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我們到我看樓團之日 現在我們要看一個自發單位 看M集調集的自發單位 是不是很棒 先去看它吧 好 我幫你開一下 繼續說 這個面積大約是64平方 這裡位於作調集 都是一個重點的市場 重點的位置 大約一平就有17萬元 一平左右 這裡是一個廚房 我是看這麼多的 是一個這麼大的廚房 在這裡 然後有這些包 這個 這個很漂亮 好 然後呢 去看看那個廚房 好小小的 這個廚房 外面已經有一個露台 這個呢 這個是兩房單位 給我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房間真的很實在 他們的房間 他們每間房間 都可以放到雙人床 是很密的 就不同香港的 你兩個單位 一個主人房 一個呢 就變成小小的房間 那就沒什麼意思 還有呢 這裡呢 他們呢 會好的 那個冷氣 那個槽呢 已經陷入色的 不是 不是 過過流 它會做到這種 就是這麼細心 這麼細心 因為其實 這個位置 都叫肉酸的 有時候呢 就有 一些東西 遮遮掩掩 就覺得 會 整潔一點 好看一點的 那我們 出去 露台 無下大一 給大家 感受一下 我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我們當然就去參觀一下 你的房間 好了 咦 有兩間房 兩間都好像很大 我們呢 叫這種 是全廠的 兩房間 主人房 香港人很熟悉 大家的居住環境 但是 這個廁所 都比一般的洗手間 那種感覺 還有 尺寸是大一點的 是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 那他們全部 都是小小的 不需要 像香港那樣 我有一個 扮露台的地方 然後 但是露台位是要含一張床進去 變成有露台 等於沒有露台 特別來說 這些是 其實簡直是像酒店那種 酒店那種就是這樣 一開有燈 還給你 然後 我們又走去隔壁房看看 好啊 其實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洗手間 它這裡的設備全都包在這裡 雖然你說可能比這張高鐵站 其實它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在閘調閘附近 而且因為它在閘調閘附近的高鐵站 這個是高鐵站的一個點 所以在這個區域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交通區域 你看 還要放了雙雙床之後 還有位置讓你放自己的 那個叫什麼 餐桌椅嗎 不是 化妝桌嗎 不是化妝桌 哈哈 小桌子 哈哈 是啊 好吧 那暫時 這個房子的單位 我們介紹到這裡為止 那我們再看其他房子 我們再介紹給大家 那繼續留意我們的介紹吧 好 謝謝你 拜拜